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永不坏党 永不坏党 不坏党 不坏党 首先感谢大家来到007的自由发声 没有关注的朋友呢 请麻烦你点一下关注 谢谢大家 本期节目呢 我先从中国的那个钟南山院士 钟南山教授加入了火线 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这件事 我先从这件事开始给大家讲 我经常在我的节目里面说 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有了党性 就没有了人性 我为什么会说这样的一句话 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这70年以来的所作所为做出的一个论断 而且还不仅仅是中国共产党包括了共产主义 在这个世界上很多国家建立了政权之后 他们所做的那些事情 所对人类带来的灾难 不仅仅是中国共产党的那种结果而做出的这个论断 根据统计了 20世纪有很多共产主义国家 这些共产主义政权 他们直接发生的大规模屠杀的人 一共有8500万到1亿人 这是直接屠杀的 不算那些迫害的 不算饿死的 不算间接被他们杀害的人 共产主义的政权呢 他们打的是马克思的旗号 但是因为共产主义成功的经验只有苏联 就是列宁和斯大林 他们才成功了建国了 所以说以后的国家全是照搬列宁和斯大林 也就是所谓的列宁主义 斯大林主义 列宁主义和斯大林的主义呢 它的特点是什么呢 第一 它是用暴力机器来统治这个国家 第二是要消灭所有不是无产阶级的人 斯大林说死一个人是一个悲剧 死100万个人就是一个数据了 毛泽东在中国复制了苏联的成功经验 但是他加入了很多中国的特色 比如说秦始皇室的残暴 比如说中国式的拍马屁 比如说中国式的发动群众闹义和团 当然还少不了中国式的文字域 那么中国共产党在这70多年 一共杀了多少中国人呢 有数据统计有8000万之多 这个是把间接杀害的人也算上了 比如说在60年代 自然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之中 饿死了3000多万人 这个也计算在内的 我想提醒大家的是 两次世界大战 我们知道是人类最大的灾难 一共在战场上死了3000多万人 但是共产党在执政的期间 是和平的时代 它居然可以杀害了中国8000多万人 是两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两倍多 我不说共产主义在全世界范围里 对人类带来的灾害 我只说中国共产党 在它这70多年的执政的时间 对中国人民带来的无尽的伤害 无尽的伤痛 就在去年呢 中国共产党刚刚停止了 所谓的计划生育 这个计划生育呢 一共实行了40年 这40年之中呢 中国寄生一共剁掉了 差不多3亿的中国小孩 每两个出生的中国小孩 就有一个被追胎 接扎了1.04亿中国人 对中国的3.02亿个妇女进行了上官 制造了1300万黑人 什么叫黑人呢 黑人黑妇 这个是中国特色党 这个就是没有基本公民权利的寄生黑妇 所谓的超生的人 就叫黑人黑妇口 制造了几百万个失去唯一孩子的私毒家庭 也就是说家里面只有一个小孩 但是他因为在成长的过程中 或者长大的过程中 去世了 小孩子去世了 但是他们父母呢 再也不能生了 还有上亿的家庭被罚款 被开除 千流帕屋 我们知道那些机关单位上班的 那个就是罚款了 开除啊 但是农村的呢 就是千流帕屋 对不对 好了 有的人说呢 因为中国人口太多了 需要寄生 需要减少生育 但是我想请问 那么为什么现在要引进那么多非洲留学生 现在要给中国要引进外国做永久居民 引进很多外国人做永久居民 主要是非洲人 而且广州一个城市就有60到200万之间的这些人 还要给他们每一年发钱给他们 那些留学生呢 还要发十几万的 人民币给他做那个什么学费啊 生活费 我想请问到底中国人是多还是不多呢 这个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以来 他是和中国人民有多么大的深仇大恨 才会如此的来祸害我们中国人民 才来如此的对待我们中国人民 我想请问大家 我曾经在我的节目里面也给大家讲过 中国共产党这个组织是一种黑社会的组织 为什么我要这样说呢 很简单 我们看看他的入党事词就很清楚了 我们来看看钟南山教授 他的入党事词是怎么念的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拥护党的纲领 遵守党的章程 履行党员的义务 执行党的决定 严守党的纪律 保守党的秘密 对党忠诚 积极工作 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永不叛党 我曾经在我的节目里面给大家已经讲解过了 中国共产党呢 这套宣誓的流程和他的这套誓词呢 是来自于中国传统民间的邦会黑社会的那套 远的比如说梁山英雄好汉啊 桃园山结义啊 进的就是大清末年的那些青帮鸿门 还有就是孙中山他们搞的那些同盟会 那些誓词也是基本上都是这个套路的 我也曾经给大家分析过他这种黑社会的制度之下 那黑社会这种管理之下的这种誓词有几个特点 第一呢 所有参与的人呢必须永远忠于这个邦会 只要你宣了事了 你永远都不能叛党 如果你胆敢退出 那就叫反党 那就叫叛徒 这种呢是人人得而诸之的 第二点呢 他必须要服从上级 所谓的爹亲娘亲呢 不如共产党亲 就来自于这里了 在这种黑社会的帮派管理之下呢 你的那个帮会的你的大哥就是你的父母了 而你自己的父母将不再是你的父母了 如果说你的父母和你的帮派大哥之间产生了矛盾 产生了冲突 你想你应该怎么办 你必须所谓的大义灭亲 所以说在共产党的建党之初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那些所谓的参加共产党的人士 反叛出自己的家庭 必须要和自己的父母兄弟隔离 离开他们 给他们划清界限 以前有一个语言叫划清界限 甚至还要对他们进行残忍的攻击 甚至杀害 中国的水浮传里面 清面兽阳智投奔水泊凉山的时候就要他下山去杀一个路人 用这个无辜的路人的头颅来作为他加入水泊凉山的投名状 中国共产党呢 比这个更要先进一点 他也更残忍一点 他也要投名状 但是他的投名状也许就是你父母的头颅 你的儿女的头颅 或者是你至亲人的头颅 这个就是黑社会黑帮式的一种管理 入了这种黑道 入了这种黑社会的组织呢 你首先要无限的忠于这个组织 为这个组织粉身脆骨 放弃自己的一切东西 可以随时连命都不要了 第二个就是你需要杀掉某一些人 作为投名状 甚至是自己的父母亲人 大家可以想一想 那么你加入了这个组织 你还会有人性吗 你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有了党性之后 你还可能有人性吗 一说到这个呢 我心情很沉重 所以说今天呢 我就暂时说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自由发声 我们下次再见